丁丁鸡爱玩具 哎哟哟 哎哟哟 猪爸爸牙齿痛得直腰头 猪妈妈做了一桌子的美味 她一点也吃不下 猪妈妈说 怎么了 猪爸爸 最近天使吃了太多 又没有好好刷牙 哎 现在我的牙齿好痛啊 佩琪说 爸爸 那我们去请牙医 来帮忙检查一下吧 好的 喂 你好 是牙医先生吗 是的 您好 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吗 你好 我是小猪佩琪 我的爸爸现在牙齿非常疼 您能帮忙给他治疗一下吗 好的 我马上就到 叮咚 一定是牙医到了 佩琪 快去开门吧 好的 妈妈 你好 牙医先生 快请进 你好 佩琪 你好 佩琪 朱先生 你好 请你张大嘴 让我先检查一下吧 哦 好的 谢谢你 啊 朱先生 你的牙齿情况有点糟糕 我需要进入到你的嘴巴里 做深入的治疗 可是我还需要一个帮手 佩琪 你愿意帮助我吗 非常乐意笑了 牙医先生 牙医和佩琪喝了一种神奇的药水 变得很小很小 他们跳到猪爸爸的嘴巴里 哇 猪爸爸的嘴巴可真脏 佩琪在猪爸爸嘴里 看到好多食物残渣 有菜叶残渣 这里还有一些水果残渣 哦 还有一些昨晚吃的鸡肉呢 佩琪 让我们先清理这里的垃圾吧 好的 牙医先生 清理完毕 接下来 我们要治疗猪先生的虫牙 刚才检查的时候 我已经发现猪先生 有两颗牙齿 被牙虫侵蚀得非常严重 影响到了牙神经 所以它才会非常疼 哦 原来是这样 牙医先生拿出牙齿转头 将虫牙洞破坏掉 并进行了清洁 最后 它将补牙剂填充了进去 完成任务 好了 我们可以出去了 佩琪和牙医先生跳出猪爸爸的嘴巴 同时恢复了原来的大小 猪先生 我们已经治疗完你的牙齿 现在感觉怎么样 哦 我的牙齿不疼了 真是太神奇了 谢谢你 牙医先生 谢谢你 佩琪 不客气 猪先生 不过要提醒你 牙齿清洁可是非常重要的 每天至少要刷两次牙 每次刷牙的时间 成年人要五分钟以上 小朋友要三分钟以上 吃完食物也要用清水束束口 这样才能让牙齿清洁 身体才会健康 我记住了 牙医先生 这次的牙疼 可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我可再也不敢 不注意牙齿卫生了 不然 看着一桌子好吃的 却吃不了 可真是难受啊 哈哈哈哈 嘘 悄悄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搜索丁丁记爱玩具 可以收看更多玩具视频哦 记住了吗 叮叮鸡爱玩具